国民党被言诸说你是干话 网民党不算是评论 你可以接受吗 我当然不接受 请这个国民党话 也不要一直用出笔的言识做评论 昨天才跑姐妹粉红派对 今天受邀砍月经展 民进党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任陈时中 近来积极抢功夫女票 对联想是要和在女性族群 有高支持度的蒋婉安较劲 没有跟谁来抢 那妇女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 那希望能够得到妇女的认同 也是我一向的主张 陈时中表示一切都是平常心 要继续用政策争取大家的支持 反正我们就做我们能力范围的事情 争取各方的支持 陈时中直说吴亦和蒋较劲 而且自己行程这么多 没空去注意蒋婉安 不过对于蒋喊出郑兰军 操作弃皇保奖策略 陈时中则是不客气回应 蒋一定会流失票源 而对于蒋万安提出 意态发4万支票的育儿政策 更是有话要说 提育儿政策是好的 不过就如同黄副市长来讲的 只有钱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还有一个供给面的问题 公平性的问题 我跟你讲 如果比世界便宜早就公布了 要封存30年一定有问题 用膝盖箱也知道 你要是你买的比人家便宜 你一定 以政府的角度买的比人家便宜 一定拿出来讲 一定买比人家贵很多 那不敢讲才要藏起来 近日卫福部疫苗采购决策 金额与会议记录列为密件 封存30年一事引发议论 加上国内疫苗单击价格765元 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告的 疫苗单价302元相去甚远 昨天指挥中心庄仁祥也对此特别说明 表示该网站资料来自媒体报导 讯息不保证正确性和时效性 而且COVAX平台购买的疫苗 会因为国家的贫穷与富裕状况 而提供不同的价格 因而会有价差 身为卫福部前部长的陈时中 近来频频被打疫苗提 指挥中心出面为疫苗提缓夹 更被批成了成的竞选办公室 当然公务机关有一定的分寸 未来我的竞选办公室会越来越多 不是这种公务单位 也不是我自己的 民间自动的会越来越多 至于柯文哲的指教 陈时中则表示会有怀疑 但以总价来看 应该是没问题的 对自己的疫苗决策有信心